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不容易第一场会议 开会的前半个小时 为什么还要透过记者会的方式来表达 我们对于待会开会的两个诉求呢 这是因为我们在上个礼拜 来到内政部前面的时候 内政部对于灾害事故调查会不断的延期 对于基层消毒团体提出这个秘书处 申请练习的这件事情 与法无据的驳回 帮大家回顾一下在7月28号的时候 当时协会来到内政部的时候 内政部的代表回复我们说 7月28号会改期 是因为要配合家属的时间 部长在跟内政部说 应该要邀请家属一起来 列席与会的时候 却是过了一个礼拜 没有任何的公文 以及说到了最后最后 要到开会的前一天的深夜 才透过消防局 来询问家属的出席 我是智凡的妹妹一卓 对那从我们一开始的诉求 就很明确的讲说 我们希望是能够列席 在参与调查会里 而且是能够完整列席参与 甚至是可以参与发言的 那这个部分呢 在中央也就是调查处这边 它其实是没有给予我们正面回应的 那我们希望的是 能够参与到后面调查会 更完整的部分 包括相关不同领域的专业学者们 所提供各方面的 不管是建管 使管 或是建造等方面的相关知识 让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整个案件过程 是什么样的原因 才会造就最后这个结果 而更完整的 我们在设置办法当中的规定 任何参与这个调查会议的相关人员 他都应该要受这个保密的 义务的这个要求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也准备了两张板子 包含我本人秘书处的列席 以及家属的这个保密切结書 我们现在都已经签署了 今天要不要列席与否 是个程序问题 所以我们希望 栽调会的委员们 可以先处理这个程序问题 我们再来进行开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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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